姐 我不跟你说了啊 主播马上就到 我得给他做饭呢 我 哥 太糊了 怎么办啊 你那儿还有别的吗 什么菜啊 肉啊什么的 什么都没有了 就剩一根葱了 已经饭了半个月了 还能吃什么 反正吃不死人 吃完了 还能记你一辈子 好 我说清啊 我觉得你跟妈 应该好好聊一聊 哥 你说什么也没有用 反正我不想给她打电话 再说了 那天是我的生日 她得有个妈样吧 来啦 来喽 给 给你 谢谢 行了 行了 你们俩腻步吧 我去跟妈说去 谁啊 哥 嗨 哥 你太靠谱了啊 你要是不给妈打电话的话 以后少不了有事 能有什么事啊 再说了 我都是成年人了 我有事可以嫁去关 他干嘛总该是我呀 哥 你要为我好的话 就赶紧挂电话吧 我 依旧别见 好想你啊 别见 傻子才接呢 烦死了 对啊 谁啊 喂 喂 哥 你还有什么事啊 我忘了问你了 明天要我去机场接你吗 你等会儿啊 炒食堂 姐 我明天接你去 喂 我想你了呗 好不好吧 你们两个 明天一起机场见吧 没礼貌 对不起亲爱的 情绪全没了 没事 你不就回去几天吗 又不是直接去接那伙了 你好坏你 我找个酗酒的事吧 谢谢 谢谢 爸 你要喜欢喝酒 你跟我说呀 我陪你在家看呀 因为这两年多 你早就不把我当女儿看了 因为我没有嫁给你当初帮我选的男人 不顾你的感受跑到上海去了 我呢 从前是个酒鬼 现在是 今后我还是 试试我哥 就因为我是你哥 才不让你出去 快 哎 老初量 我们公司刚刚从贺产的边缘爬回来 我现在不想因小失大而给公司再造成麻烦 是你根本就看不起我 你是一个一辈子都寄生在别人身上的人 我现在得到的是我挣来的 夏文杰 我操事这个家我照顾孩子不丢人 你挣的那些钱不光彩 再包装也没用呢 你换我女儿 林梅慧 你把恰恰还给我 我突然有了一个家 然后这个家 又没了 我所有的这些经历 是不是都是为了让我遇见你 是一家人 告诉我你骗了我二十年是吗 那个人 他根本不是你什么朋友 他是你的庭人 他是我爸 在这里听我说的 你别说了 你还没什么好说的 你们到这儿来 就要为了看这个 我很不高兴 你们怀疑我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想说我是这世界上最好的弟弟是吧 我就不让你说 我就是要让你有负罪感 受良心的谴责 妈 我解脱了 对不起 孩子 妈 想明白了 欢迎回家 妈 你给我真老了 是啊 妈的被窝 最能是回了 我帮你瘦了 还行吧 你怎么没带主播来这次 我带他来干吗呀 我可不想让咱爸给他上课 哥 咱爸说我什么 怎么 怎么说你要当超女啊 比芙蓉姐姐强 很久没看你们俩打架了 很期待哟 我可不想让咱爸给他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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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咱爸说我什么 怎么 咱妈说你要当超女啊 这丫头两年多没出血了 累 全部喝酒就行了 对了 你记得怎么样了 你糟了 这小子还那样 你直接回曼城吗 我先回酒店吧 爹 心理治疗有用吗 慢慢来吧 你那饭做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 未经典了 我刚刚已经到里面了 我都吃了 这一点 我闭了 好吧 emment 我的最后 是 我 我要做什么 我 没有 回来了 我的大律师 老爸 来 让老爸看看 看看 我变了吗 还是一个小丫头 爸 我都多大了 还是一样都骗子呢 我在你心目中 是不是永远都长不大了 那当然了 你儿在爸爸面前 永远是个孩子 那个 我妈呢 赵清回来了 妈 挺精神的 是吗 你也挺精神的 不听吗 我看过你要去的那个栏目 是吗 您觉得怎么样啊 我觉得有时候 收换的内容有点空 哥 嫂子 妈 聊什么呢 其实给你们下什么迷药了 聊得这么开心啊 哥 是他们把我下迷药了 哎呦 妈咯咯咯咯 谁回来了啊 来 来 舅舅 舅 我让舅舅看着 越长越漂亮了 看舅舅还是那么会说话 先别夸你舅舅 听说你在上海 办了好几个大案 帮助很多公司 把钱款都要回来了 真能干 我觉得啊 好多公司 你都不应该去帮他们 他们是活该 舅舅 打住啊 这种问题立场不同 说起来可没完没了 好 好好好 不说这个 咱不说这个啊 说说今天晚上该吃什么呀 来来来来 姐 我来吧 我来做清新最爱吃的清蒸排骨 都有 那个渔温大厦 行 也有 孩子 请进工作忙吧 托您的福 校长他们对我特别照顾 说是下个学期 就让我当班主任了 太好了 我没错过晚饭吧 你想跑哪儿去了 你才回来 回朋友 什么朋友 又是那方方吧 跟你说多少回了 那不是一个好女孩 你又知道 一没头二没墙 她怎么着你了 乱 那女孩太乱了知道吗 我也没跟她认真啊 也是 你什么时候认真过呀 妈 她又没去找工作吧 你今天就放她一次 行 您就挂上来吧 小蕾啊 我托人给你安排了一份工作 搬箱子还是站前台啊 搬箱子怎么了 职业又不分贵贱 爸 我好歹也是 名校的高材生了 名校又不是铁饭碗 那种知识分子 吃白饭的年代 早已经过去了 行了 别皱巴了 明天上午到公司来找我 是 那婚姻咨询做得怎么样了 说让我们两个人 每周腾出一天时间给彼此 你说每周啊 除了看孩子 还有那么多的工作 哪有时间呢 就是有时间 两个人在一起啊 也不知道该干什么 现在呀 对那方面的事 我没兴趣了 姐我跟你说 你得主动点 有用啊 你没事怎么知道啊 你试试呗 你跟初播 是不是很主动啊 你说什么呢 说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这女人啊 她懂得应用女人的权利 什么权利啊 自己想吧你 我弱智 我说你疯了 你打我家里电话干什么呀 账单在我手里 正得你交给我了 我会尽快解决的 不要再打电话了 我就不喝茶了 我最近有点失眠 是吗 来 灵灵 给你倒杯上来 对啊 终于睡着了 秋秋啊 爸 妈 有人愿意跟我出去吗 我这哥们刚开的酒吧不错 看看去 有工作的让进吗 你应该问八零钱的让进吧 出货车祸的让进 前儿你去吧 我就不去了爸 我太累了 好 都不去我自己去 娱乐自己嘛 晚安了各位 不过话说回来 带勾归带勾 我对你们还是一把四支 拜拜 小心点啊 你们 有人和我样子担心他吗 我觉得 你们是不是太紧张了 赵利已经很努力了 是啊 我也这么想 你们这么看着他 谁受得了啊 姐 我说得有道理 这就是 我为什么宁愿住酒店 都不愿住家里的原因了 你要是住在家里啊 就知道我们怎么说你了 姐 我才不在乎你们怎么说我呢 你们都说我什么了 腰上腿短 哥 你太不靠谱了你啊 嫂子你不管管他 我可管管你哥 好 来 请问他 那妈你开家了吗 还没呢 我等着她反攻我呢 对了 那个 怎么没把主播带回来啊 跟咱们说说她这人 怎么样啊 我是赵豪 你都说什么了 没有 我没说什么 那是 姐什么都没说 那个 我们对这人也 没什么意见 青儿啊 说实话 自从你跟他在一起以后啊 就变得一点自我都没了 我觉得他这个人哪 太独断了 而且不顾及别人 你自我为中心 你们都想多了 是吗 上次我去上海的时候 我们一起吃饭 吃什么喝什么在哪吃 都她说了算 连问都不问我们 请 我就奇怪 你怎么能受得了呢 姐 你这哪跟哪啊 你们真的想多了 是我想多了还是你呢 被洗脑了 你以前嚷嚷的那女权主义 哪儿去了 我说赵豪 你不能要求所有的人 都跟你一样吧 我 我 行行行 翻篇啊 朱波的话题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青儿自己觉得好 那就行了 反正她也没结婚 用不着做咨询 青儿 小蓝 对于各位的婚姻观和爱情观 我不理置评 至于我跟朱波的关系 也请大家不要带我偏见好吗 诸位 如果诸位认为 小女子有什么可笑之处 就请场怀大笑吧 小女子干当笑料 至于别的 就请齐立开窗门走着瞧吧 姐 这可是你瞧起来的啊 对 照顾同志 就是你瞧起来的 不 那个 姐夫 你们慢慢喝 啊 有说什么呢 还喝吗 爸 我们正在筹备竞标 可不知道为什么 前妻的预备资金 一直没有到位 可能是郑德 这段忙得太厉害了 把这茶给忘了 都拖了三个月了 还让我协商 贷款又不是儿戏 你是我们请来的律师 那你目前的工作呢 就是去协调 如果做不了的话 麻烦总人 不是做不了 可你没见过银行的人 那个样子 这都第三回了 咱们以前也拖过贷款 有点小失误 这系统更新和重新统计呢 都需要有点时间 你请他们多多理解我们 好 好吧 有什么问题请随时给我打电话 好的 这边去 姐姐吧 三次了怎么回事 我们呢最新引进了一套 先进的国外的财务系统 大家使得都不熟悉 放心好了 过一阵子就行了 文杰 我不是有意的 我知道 我不该打电话到你家去 可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实在是没钱了 我需要钱 我这里最近出了很大的问题 资金链短了 我实在是没问题 你赶快回去吧 爸 你迟到了 爸 我刚才看见 没事吧 当然了 给你找着工作在酒店 明天过一就行 我没看错吧 你怎么来了 我给你带了生日礼物 我啊 想放放假 已经在饭店订了房间 我 我正要回酒店呢 电视台就有这种房 你不是说人情难缺 走走过场吗 不好意思 想说 可是 既然这样就不要太认真了 好吗 姐 怎么在旧旧的办公室啊 你来看 怎么了 你看这些账目我都没见过 并且加密了 你见过吗 我也没见过 可为什么要加密呢 肯定是有问题 这是什么 这些账目为什么加密了 我先问你们 你们要干什么呀 我怎么花钱 以前从来没有人问过 我知道 我知道 可是了解这些账目也是我的工作 我希望您能告诉我 现在 对 不行 你们到这儿来 就要为了看这个 我很不高兴 你们怀疑我 舅舅 你误会了 您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看呢 对不起 我现在要去跟客户开会 没工夫跟你们两个孩子在这儿纠缠 舅舅 现在公司在钱上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我只有知道原因才能够解决它 您不要再把我们当孩子了 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来 吃这个 爸 公司最近的资金 是不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些加密的账目 这是怎么回事 您会告诉我吧 这件事情 我可以告诉你 但你必须保证 不能告诉你妈 正德投资失败 投资失败 严重到影响整个公司的运转 是的 她的嘴巴很严 具体内容 连我也不知道 爸 我知道 责任在我 我给她的权利太多了 不过 她的妻子早上 身边又无儿无女 她跟我们早就是一家人了 不行 郑哥 没时间了 周姨必须要给孩子们一个合理的交代 知不知道 好 我给你浇药了 好 来 怎么了 在想什么 我在想电视台的事呢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你不会就同意吧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我想试试 我明白了 我真的觉得北京毕竟是首都嘛 有很多新的发展机会 我还希望你能一起过来呢 小秦 小秦 我知道 这里有你的家人 老师 同学 还有朋友 对你的事也有帮助 可小秦啊 但未必没有更好的选择吧 小秦 留在上海吧 嫁给我 你准备接受了 我还以为你要再想几天呢 你别高兴得太早了 受害者在思考 坏蛋的阴谋还没得逞呢 坏蛋的阴谋会得逞的 主播 我 我还想试试那份工作 我的导师说了 只要你愿意来 他愿意扫踏相迎 再说了 孟老师的事务所在国内 真的很有名的 他接的案子都是 小秦 腾飞已经让我过去了 腾飞 就是专门接国际案子那个公司啊 嗯 嗯 太恭喜你了 这么说 你的理想实现一半了 可是在我们之间 只能二选一了 没错 可我还是希望在上海胜过 老婆 嗯 我跟你说点事 要钱我这儿没有啊 找妈要去 逗你呢 说吧 什么事 我昨天去 爸公司找他 后来在她办公室里 看见一女的 怎么了 好 我觉得他们俩那关系有点 有点什么 暧昧 你什么时候去的公司 昨天 中午 中午 夏文杰 他跟爸认识好久了 可能是去找爸办点事情 我见过他好几次呢 那他们俩没事吧 多新鲜哪 我天天跟爸上班下班的 他们俩要是有事我能不知道吗 你说你这脑袋 想象力还挺丰富 行 讲了你个苹果 能当余悸了啊 郑德 你到底在干什么呀 你不用管那么多 不 再拖段时间就成 我会解决的 鸿飞 朱博和赵青都来了 快点啊 来了来了 干了 朱青 来 ją EM 看得比什么 你看看 还是你东北的 够心吗 当然了 她说她想跟我结婚 是吗 好事啊 可是我对我现在的工作很感兴趣 我想试试 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判断的 妈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你想知道 我对你嫁给一个 我根本不认识的男人的看法 你什么都不想说是吗 因为这两年多 你早就不把我当女儿看了 因为我没有嫁给你当初 帮我选的男人 不顾你的感受跑到上海去了 就连赵磊听了我的建议 你把他出车祸的责任 也推给了我 别说了 我不想再提以前的事情 为什么不说呀 把事情憋在心里还不如说出来 赵磊跟你最亲 可你给他做什么榜样了 他说要开车到上海去找你 这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孩子 该做的事情吗 你当时为什么不阻止他 要是没有你的怂恿 他可能出那场车祸吗 还有 你当初离开家 你以为 我生气是因为不喜欢珠波 不是 你错了 我是因为 我担心你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你怎么生活 现在好了 你很风光地回来了 而且又要上电视 很好 真的很好 妈 我去上海的原因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 我发现赵红和赵涛的生活 一直都是按照你和爸的方向去走的 我害怕 我想要自由 这不是我想要的日子 所以我离开了你 离开了这个家 来 大家举杯 祝咱们家的大律师生日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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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吃 好 看你妈的手艺好不好 来来来来 好 好 满吃啊 来 吃着鸡 吃着鸡 赵青啊 啊 你看你回来多好啊 这才像一个完整的家 爸 你可以谢谢孟老师哦 用 别击穿了 我是谁啊 我是绿地师 陈老师 鹰的眼睛 熊的力量 多刺 评价得很客观 好好 今天你过生日 奖励你是 今天晚上啊 不用他刷碗 爸太英明 爸太英明了 赵青刷碗 一年得摔碎十个盘 你还有这个结果啊 别挺他 我再给你报一个量啊 十五岁那一年 赵青同学因为学校 不让他留长头发 一气之下 剃了个光头 有没有这事 对对对 剃完就后悔 把他拉着我哭啊 非要给他买丁假发 假发还没摘他 可就恋爱了啊 十五岁也出面了 你还信他们的 你比我还没说 我还记着那孩子名字呢 叫刘 刘军 比你大一届 学生会的 你之前做坏的 当时你好像只有五岁吧 我断奶之后 就是赵青带的我 我什么都记得 我说你们还是兄弟姐妹吗 在我事的时候 给我爆料啊 好像我没干过 什么好事似的 有 还真有 你是我人生的启蒙导师 我作证啊 我当时学 小小 把手都堵上 我是看的 我当时是因为看着 他跟刘军 我才学会接吻的 你明天是看电视学的 你怎么能说说 我教你们的呢 你都快造谣了 真是造谣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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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大了 还跟小孩一样 哎 下边啊 听你们老妈讲一句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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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青 妈祝你生日快乐 也许咱俩的想法 一直不能统一 但我还是真心地助援你 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 继续走下去 而且 一切顺利 有人说 孩子的生日 是妈的受难日 我可不这么想 你们都是妈的心头肉 赵青 从生你的那一刻起 一直到今天 不管你做什么事 妈都一直爱着你 从来没停止过 谢谢你 好了 好了 咱们再一次举杯 祝咱们家的大律师赵青 生日快乐 来 好 生日快乐 干杯 来来来来 干杯 来来来 老师说 大雄座里面有双心 那大雄座里还有什么呀 王总 叫 你早 翻过来了 我这就看一下邮箱啊 叫 你说我讲什么礼物 那个 是沐夫座 那是沐夫座啊 秋秋 你知道的真多 老爷都没有你知道的多 没关系 我这儿有电脑 您少等一下 我还知道 月亮旁边那些最亮的星星啊 是北斗星 也叫启明星 也叫启明星 在哪儿呢 就是那个 我妈说 您就是家里的青鸣星 您把家里所有的人都安排好了 安排好了 王总 王总 待会儿打给你 都安排好了 都安排好了 差一个 你们去看见伴儿了 跟秋秋在花园呢 来 到哪里请 没有 需要 走吧 走吧 好 快点 啊 对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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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叫姥姥 快去叫姥姥啊 姥姥姥 姥姥 姥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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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走 明镖 楼 走 钟 快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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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再见 哎 妈 这两天心情还好啊 你怎么也这样 你爸爸去世这二十多天 一个个回来全是说这些话 要不就问 身体好吗 怎么安排的 别太难过了 真烦死了 就不能说点别的 你爸 妈 你别这样 我们也是好意 我知道 是好意 可你们弄得好像 我总是特可怜 是 我确实不适应 有时候觉得 觉得家里太近了 不过 我会习惯的 你看 这赵青不就搬回来了吗 就是 就是 你要是再搬回来 就更好了 我 我 我住呢 离工作就近 谁会没朋友呢 行吧 我说着玩的 只要你好好的工作 别像以前那样就行 对 妈 我想跟您说说 姐搬回来住 也是为了陪您 你别老看她不顺眼 不要看她不顺眼 就不会让她回来住了 你爸刚走 主播又回上海了 他一个人住酒店 我是不放心 你别听他跟你胡说 他说搬回来是为了陪我 还不知道谁陪谁呢 就是 就是 来 小蕾 他有没有跟你说 为什么要召集大家都回来 听他念你爸的遗嘱啊 没有啊 他就说这是爸的意思 那 咱们就听着吧 得看看 妈 你那儿有卖叔叔电话吗 人家给我安排了工作 我想打电话感谢一下 到你爸书房去看看 那儿肯定有他的名品 行 那我先放这儿吧 好 那谢谢您啊 卖叔 您放心 我一定告诉他 好 好 拜拜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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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吧 我叫赵磊 我是赵鹏飞的儿子 我知道 我 我爸去世前一天 我在他办公室里见过你 那天我找他有事 去了他的办公室 可是我在他葬礼上 也看见你了 我是不是小时候就见过你 你想问什么 你猜对了 你猜对了 你 你们多久了 和你记得的一样很久了 还有谁知道 你舅舅林正德 还有谁 没了 我说他做的事情 我说这个故事 我去尝试 我去尝试 你跟他说 你猜对了 我猜对了 你猜对了 你猜对了 我猜对了 你猜对了 你猜对了 我猜对了 赵鹏子 你个骗子 怎么又上大了 这是什么 我希望大家能记住 在这儿无论看到什么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的出发点 都是为了这家公司 我知道 你们认为现在出现的财务问题 都是我一手造成的 可是事实是 你们的父亲投资失败了 他擅自用公司的流动资金买了股票 没想到 那家企业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股价暴跌 一亿五千万 全都打了水平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爸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失误呢 智者前律 理由一世 他没有告诉你们 因为他太自信了 他相信自己能够解决 所以 现在怎么办 资金链已经断了 再不想办法 董事和债主是饶不了我们的 那还是次要的 更严重的是 一旦东窗事发 你们的母亲 作为企业法人 就要替你父亲接受调查 最坏的结果 就是坐牢 这个事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谁也不能说出去 只有慢慢地想办法了 您的意思是粉饰太平 糊弄董事和所有的人 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告诉董事会 说你爸擅自挪用公款 再要告诉监管局 说我们破产了 让他们来做个评估 把公司卖了还债 最后他家光着屁股 到牢里给你爸送饭 好吧 让我们好好地想想吧 看看我们的爸爸 还给我们留下来什么 最后是关于公司由谁接任 小蕾 你安静点 配合气氛嘛 你紧张什么 林正德继续担任财务总监 好 赵涛继续担任副总裁 由赵宏接任总裁 大姐 任重道远啊 你给我闭嘴 赵鹏飞所有的个人资产 将全部转移到林美慧名下 若林美慧 没事 念吧 对生生死死的 我早看开了 若林美慧辞世 财产将平均分配至子女名下 赵磊 以下可是爸的意思 你可别怨我啊 我怨你干嘛 是爸的意思你就念出来 痛痛快快了 分与赵磊之遗产 需要得到监管 不得擅自使用 哪儿呢 这儿呢 就说我这个财产是冻着的 是这意思啊 不是这意思 你每月可以得到生活费的 只是由我 你什么呀 你监护人啊 只是由我给你保管 等你有独立能力的再给你 赵磊 你爸爸知道你们俩最好 再说他这样安排也会 慢 慢 坐坐 说两句啊 那个感谢我死去的爸爸 还有我活着的家人们 赵磊 我呢从前是个酒鬼 现在是 今后我还是 赵磊 我控制不了自己 你现在就控制不住你自己 我为什么呢 不管为什么 你看你现在这样子 爸安排得没错 怎么没错 我 我觉着爸对你这事 安排得就不对 别再说了 你 你小声告诉我 你现在是不是一看见大姐女 我让你别再说了 赵磊 别闹了 赵磊 妈会帮你的 干吗呀 帮什么呀 这 这是 这是 这是爸的 律师在这儿呢 李主不能敢 爸就是这么看我的 怎么了 晓晴 这件事你应该先跟我说呀 妈 我有什么办法呀 我已经答应当公司律师了 我只有以律师的身份行事了 干得对 嗯 干得对 行了 没话了吧 散了吧 都散了啊 晓磊 你别走 听妈话 你们认为我惦记的是这些钱是吗 对 真不好意思 给你带来这么不好的消息 果然他连这栋房子都没给我留下 你不用在意 我明白了 我应该懂规矩 男人在遗嘱里 只会顾及他的老婆和孩子 谢谢你特地跑过来告诉我这件事 彭飞在的时候 你替他照顾我 他现在不在了 你可以功成身退了 你千万别这么说 二十年来 我觉得 有的时候 我比我姐夫更了解你 看着你的处境 看着你承受的寂寞和煎熬 如果你不是真爱我的姐夫 你不会坚持这么久的 我瞒着我姐 瞒着我们全家 除了我跟我姐夫的默契之外 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人已经走了 以前的事就让他过去吧 希望你还能把我当朋友 是因为他同意你 不抛弃你姐姐 所以你才跟他达成的默契是吧 他现在人走了 你又来收房子 我爱不爱他 还有什么意义 我知道 这对你很不公平 不过 我是个单身 我已经把我姐家 当成我自己的家 把赵洪他们呢 当成我自己的孩子 我要千方百计地隐瞒这个事情 我知道 如果一旦隐瞒不住 这对他们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对不起 我有责任保护他们 这哥们是真倒霉的 排第六名 第五就卖完了 是吗 也不知道他们找不找那个排第六的 郑芝啊 那个排第六的找到了 你们好 我叫张东 张先生 你有找开发商领布吗 有啊 我当时就找了他们经理 那个经理对我特别客气 一个劲地赔不适 他跟我说 这两百套房子的的确确是卖完了 我就跟他说 这怎么可能呢 之前宣传的是两百套 那才进去五个人 两百套都卖光了 他就跟我说 之前那一天呢 他们公司搞了一个内部的认购 这一百九十五套房子 一会儿的时间被全订光了 真的是这样 应该是真的吧 他当时还把所有的订单都给我看了 不过我发现 那个订单上好多人是外地人 而且还有的人一个人买了五套 甚至还有十几套 张先生 您想买的是 小户型的经济试用房吗 对 能问一下张先生 您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吗 我是一个西餐厅的三厨 我之前是做调酒师的 不过后来慢慢地发现 自己更喜欢做菜 我自己本来是有点积蓄的 我想再加上贷款 应该够了 好的 谢谢您的餐厅 好 谢谢 大家看到了 还是个老问题 明明贷款才能买得起房 知道自己 要背负几十年的债务 可是呢 人们还在前夫后继 我个人认为啊 这就是传统的意识在做调 为什么我看到的问题 是抢房潮已经涉及到 小户型的经济试用房了呢 像刚才这位张先生所说的 内部客户的大量认购 是主要的原因吧 如果没有这些内部认购 那么北京或者全国的房子 是不是不会如此紧俏了 就算是人们收入不高 深付贷款 也有购买房子的权利啊 你说你今天也太凶了 好凶啊 没有吧 你肯定心虚了 赵鑫 楼下有个女的找你 你去看看 是吗 那我回去了 妈 你找我 肖磊 她都一个星期没上班了 那你现在知道她在哪儿吗 不知道 家里电话没人接 打她手机 又关机 关机不是常有的事吗 肯定是晚上不睡白天不醒啊 妈 你自己先去找找 我这儿的事没忙完呢 不行 晓晴 你一定要陪我去 你知道吗 她变成现在这样 你是有责任的 我有什么责任啊 小李以前乖着呢 自从你去上海开始 她就变得不听话了 妈 我觉得倒是你的责任 你从小就包办事教育 一点私人空间都不给她 她有隐私吗 她后来为什么不写日记了 不还是因为你总偷看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你还不明白啊 她拿你当榜样了 要向你靠棋 你呀还是自己去找吧 我可不当这坏榜 为了为了 小青小青 我求求你了 你一定要陪妈去一趟 我真拿你没办法 走吧 妈 我这儿有钥匙 妈 不用了 门没锁 进来吧 天哪 怎么乱成这样了 妈 她不是男孩吗 你还能指望她不干净啊 那也不能乱得太过分了 不快长蘑菇了 赵磊 她怎么可能往自己家打电话呢 那是谁呀 你接了不就知道了吗 我不接 你去 她不行 妈 你快快快 你快接了 我也回你啊 赵磊 你个死东西 死哪儿去了 他妈招下和李天了 你才死东西呢 你什么东西啊 我儿子是你骂的 你谁呀 是阿姨吗 对 赵磊他妈 你找他什么事啊 我 他好几天不接我电话了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不知道啊 我要知道不就找他去了吗 那就别找了 以后啊 也别和他联系 妈 您不能这样 往哪样 你看这什么孩子 开口就骂人 赵磊怎么找个这么个女朋友 真是 他不就为了解解闷吗 你还真当真了 那也得挑挑啊 走 来来来 来看 找了一小时候真可爱 妈 你那会儿多大呀 我怎么觉得跟现在差不多呀 瞎说什么呢 我生你时候都快三十了 你跟他又差着十岁 你说我那时候有多大 来 爸 喂 你在哪儿呢 我跟妈都急死了 在哪儿呢 派出所 这个小冤家 可真能折腾 大姐 您等会儿行吗 这么多人我得挨个儿搬呢 同志 你就让我看看我儿子嘛 那么多人 我知道谁是您儿子呀 你让我进去 不就认出来了 这是随便让人进的地儿吗 要不 你就嚷嚷一嗓子 他叫赵磊 你一喊 就知道是谁了 那跟把他放出来有什么区别 那就把他放出来嘛 我不给您说了 您能按照商量的一会儿好不好 妈 我停车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呢 我可哪儿找你 对不起啊 民警通知 妈 这得按程序办 你就交给我吧 走 赵磊 我累了 你陪妈回家 累了回去睡觉 我在里面睡够了 要找个地儿待会儿 渴了我还得喝点 赵磊 你能说点人话吗 你就不能让妈少操点心啊 我也没想让他操心啊 我压根就不想告诉你们 那你还给我打电话 谁让里面憋屈啊 我想看看大律师 除了会念个遗嘱什么的 还会干点什么 赵磊 怎么说话呢 你爸要是活着 看你这个样子 看我这样子怎么了 羞辱我 骂我啊 他会失望的 让人失望的是他 你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算了 没意思 我走了 站住 赵磊 你今天必须跟我回家 那我爸活着的时候 你怎么不让他必须回家啊 赵磊 闭嘴吧你啊 小磊啊 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你原来再怎么闹 也没有这么不知轻重吧你 你 这是为什么 你因为我想死 死在那场车祸里 你胡说什么 爸 你别生气啊 他的闹脾气了 赵磊 不能懂点事啊 你看妈妈气的 妈别哭啊 咱别在这儿演话剧 妈 赵磊 也就是说 我们要帮爸填补一亿五千万的窟窿啊 对 舅舅说他一直非常相信爸爸 他帮他做假账 一直演示到现在 当时因为公司发展很好 股东们都盈利了 所以谁都没有发现 可是现在呢 事情一旦败露了 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虽然我不知道爸为什么这么做 但是肯定有他自己的理由 什么理由啊 有些话我不愿意说 他无非是想通过股票去赚一把 去天补亏空 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中饱死闹 爸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人吗 你以为我愿意这么想啊 我是按常理推测的 按常理推测 按常理推测 按常理 那我才应该是这个 赵涛 赵涛 不告诉你 我也没想到 爸爸会让我来接这个班 赵涛 我怎么做你还不生我的气啊 那就你的事我不关心 这不光是我的事 那你想怎么样 开除我 这样你就省心了 拜托啊 赵总 我现在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没时间在这儿陪你闲聊天 我明白你现在的心情 这样的安排我也觉得很意外 总裁和副总裁不就是个头衔吗 它不是头衔的问题 你可以问问公司里的人 让他们告诉你 这些年是谁在为公司卖面 又是谁在经营这家公司 这我知道 就算爸在世的时候 冲在最前面的人也永远都是我 这我也知道 你都知道 好 那你告诉我 如果换做你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姐 我觉得我现在被爸抛弃了 他从来就没相信我 他始终认为你比我强 那我把总裁的位置让给你行吗 他就不是这么回事 姐 别难过了 这都是爸安排的 我就不明白了 爸为什么要这么安排 这不曾经让我跟赵涛 赵涛还以为我在背后做了什么手脚 我知道你没有 赵涛只是一时生气 过一段时间就没事了 现在说说你吧 你现在继承了一个这样的家 可以说是一个犯法的公司 你打算怎么办呢 有什么建议吗 这样的案子我在上海接触过 等到事情败露 公布于众都彻底完蛋了 我的建议是 我在监管局有一个朋友 我们可以主动找找他 让他查一下 调查之后关门打击 你 公司有可能被拍卖或强制破产 不行 绝对不能这样 姐 你怎么想不明白呢 这件事情拖下去结果会更糟 如果你主动检举的话 问题就会小一些 至少不会连累到咱妈 那公司这么多员工怎么办 他们只能另谋生路 如果我们坐以待毙的话 大家都完蛋 可我怎么跟妈说的 老板 有芭蕾舞裙吗 八岁女孩穿的 八岁舞裙 你看这个行吗 不是 这个呢 不是不是 老板 我要的是八岁舞裙 回来了 对不起啊 我回来太晚了 是啊 都十一点了 赵磊怎么样 妈和赵青把他接回曼城了 那就好 来 吃吧 袁森 对不起 那家店的八零五裙卖完了 我 我只好买了这个 挺好看嘛 我想秋秋一定喜欢 那个 七九八那边怎么样 我还以为你半夜才能回来呢 老婆 我觉得你戴上这个一定漂亮 你别逗了 我还不知道怎么跟秋秋交代呢 真的 老婆 试试 别 别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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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挺好看的 来 庆祝一下 庆祝什么 庆祝你容生总裁啊 你怎么知道的 喜谢告诉我的 所以你就赶回来了 是啊 你的事是天大的事 我那些事都可以放后 来 干杯 芭蕾舞群 我怎么跟秋秋交代呀 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酷 芭蕾舞群 芝麻开门啦 妈妈 祝贺你 怎么样 裙子不是问题啦 秋秋 连着眼簧 交代表演一个 puts the verdade 谢谢你啊 还生闷气呢 没有 我都是特憋屈的 原来爸这么讨厌我 你想多了吧 我能感觉得到 从现在看我的眼神 就像看个废物 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还说我让他失望 我告诉你 他现在让我更失望 可是我们一直都觉得 咱爸挺疼你的 得了吧 他也就是履行个义务 心里面指不定多烦我呢 我 赵洪 赵涛 我们都觉得 咱爸在你身上用的心思 比我们都多 只是你自己没感觉 你跟我说这些 根本就没用 那破译柱你也听见了 充分地表达对我的鄙视 死都死了 还嘲讽我一巴 你知道吗 我在上海的时候 他经常打电话 聊的都是你 他说在咱们四个中 他唯一能记得的就是 你是怎么一天天长大的 你说咱爸都多大年纪了 六十多岁的人了 还整天陪你玩网游呢 你说他容易吗 是 天天被人手势 还不是我去救他 你说咱爸都一把年纪了啊 还陪着儿子看魔戒 你说也就他能干出这事来 你别说他学那肝道法真挺像 你怎么知道啊 你怎么知道啊 他打电话跟我说的呀 我每次给咱爸打电话 我都说 我说爸 你身体好吗 咱公司好吗 爸两句话就给我打发了 然后话题又转移到你身上了 你还不知足啊 行行行行 少爷咱别生闷气了行吗 明儿咱去爬香山去 不去 真扫兴 干嘛呀 你要找中学的影子呀 怎么了 你劳结我想装嫩怎么了 不行啊 行行 装 你就装吧 气饿了吧 该吃饭了啊 来 你看 这是妈跟你摊的 你最爱吃的鸡蛋饼 怎么样 那行吧 要是有羊肉馅饼 就完美了吧 完完 嗯 还真有啊 完美吧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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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本少爷就 凑合吃点吧 什么叫凑合吃啊 这简直就是大餐 都是些粗粮 对了 你帮我扛这个 你看 这 这 怎么样 我就照着这个 不 这个 角头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发型啊 对你的脸型配起来 就跟刚被放出来似的 再说了 观众都习惯你的发型了 你要是换了 没准会影响收视率呢 那还正好呢 我影响收视率 你提高收视率啊 咱俩一正一反 还是原来那样子 你什么意思呀 赵理事 你想了没有 自从你来了节目组 录节目在这儿好的时间 可越来越长了 你说什么呢 我听不懂 你心里清楚啊 对了 这么精心设计的造型 千万不能浪费了 我建议啊 等录完节目 咱俩出去喝一杯 正直 我不习惯 跟同事有工作以外的关系 这是我的个人原则 很抱歉 哎 我说 这 这原则是可以改变的呀 你现在可以 那以后未必 这事再跟进一下 跟几个经销商沟通好 好 张总 来 张总 大家辛苦了 先休息一下吧 好 哎 哎 怎么样 这一宿没睡 眼睛都红了 我没事 我续航能力还是挺强的 最高纪录是连续工作四天半吧 不过 你看 算完那结果很不理想 估计三个月之后 就发不出工资了 比我想象的好多了 哎 那个 谢谢你告诉袁森啊 他不仅买了裙子 他买了红酒 红酒 那是他自己的主意 两位赵总 好消息 大兴那边有超市 要租咱们商业区了 哎呀 太好了 这是雪中送炭 多了笔钱 暂时可以不用冬天吸凑了 是啊 咱们还可以争取很多时间 四十年了 我真没想到有一天 我得签这么多文件 而且 每个文件上 都有你姐夫的名字 可人已经不在了 姐 咱们不下想好吗 啊 赵红当总裁啊 签字比您这签的多多了 我知道 我看见了 为什么 有这么多东西要卖呀 这是姐夫的习惯 每隔几年呢 就要把公司的资产呢 清理一下 把那些不用的闲置的 都处理掉 以免造成浪费 这是什么呀 房契 在朝阳区还有套房子 这是姐夫二十年前投资的 最近呢房价升了十几番 是时候出手 二十年前那地方还是一片菜地 现在可不得了了 郑德 我在这房子里啊住了不少年了 你姐夫一走 我真有点觉得冷清 要不 咱们换个环境试试 别别别 那个地方太小 才一百多冰米 您在这地方住惯了 到哪儿肯定不适应 先去再逼住点冰来呢 适应不适应还不知道呢 明天去看看 好吧 姐 就是这房子 天哪 夏文杰 美慧姐 文杰 是你吗 真想不到 咱们二十年没见面了 是啊 二十年了 你居然住在我的房子里 真想不到呀 你这些年到哪儿去了 怎么突然没消息了 姐 这就是您常提到的小时候的朋友 说上 太好了 这下有得聊了 进屋聊去吧 来 进屋吧 好好好 来 你得先告诉我 这二十年怎么过的 叶辉姐 好 好 谢谢 我真没想到 租的这个房子 竟然是你们的房子 是啊 这就是缘分 郑德 把租金退给文杰 他是我以前最好的朋友了 我帮他还来不及呢 怎么能收他的租金呢 好 这怎么可以呢 别跟我说见外的话 这房子租了二十年 一定换了不少房客 可我现在怎么就看不出来 好像你一直就住在这里似的 你搬来的时候 一定重新装修过了吧 是啊 梅蕙姐 你知道我特别爱干净 虽然是租的房子 可我也是 像自己房子一样处理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可以到厨房看看吗 当然可以了 这是你的房子呀 你好吗 你好吗 把姐夫的东西都收了吗 昨天晚上都收拾完了 我没事还好 那就好 这房子不错 通风好 采光也好 梅蕙姐 赵光飞刚走 你还好吧 没什么 已经开始习惯了 文杰 今天见你 我特别高兴 以后咱们经常联系 互相做个伴 我也是这么想 今天我有事先走了 记住啊 过几天 我们还要再见面 我等你电话 回头见 谢谢 好 秋千我修好了 还有什么要干的 没有了 你歇会儿吧 好嘞 那秋千 好久都没有谁去玩了 赵红跟我说 秋秋不但不敢碰咱们家的秋千 连小区给她修签都不敢看了 是因为你爸爸 你们怎么早不告诉我呢 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 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 是吗 算了算了算了 随你便了 不过 秋秋这个事倒有办法 下次家宴咱们就把它放到室外 再请一些朋友来带些孩子 一块儿玩 秋秋就应该不会害怕了 秋秋最近还喜欢吃西餐 我再请一个西餐师傅到家来做 好 好 你怎么想的呀 找一帮人傻乎乎吃一顿西餐 就能让秋秋重游案发现场了 你闭嘴吧 能不能还在说着呢 你能过来就行了 妈 赵晴 你待会儿去公司 把这个交给你救救 妈 您现在亲自牵的手都软了吧 对了 你告诉郑德 朝阳那套房子我挺喜欢的 不卖的 朝阳那房子 现在住着我原来一个好朋友 刚联系上 什么朋友 什么时候联系上的 昨天你就又领我去的 我本来想把那套房子留给你 后来一看那环境太静了 你不会喜欢的 到你结婚时候 再给你买一套 怎么了 妈 我去看看啊 赵晴 赵兰 给我站住 我上班去 我见到你明天见啊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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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呀你 出什么事了 没事 你别烦我 我 怎么着 你是不是又想去喝酒了 我没喝酒 很久没喝酒了 行吗 老弟老弟 解错了 拜托 拜托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跟我说呀 你小儿皮又来了是不是 我跟你说 你今天不说你甭想走啊 赵晴 你烦吧 行 行 我告诉你 咱妈说不卖那房子 你听见了吧 我听见了 对 里面还住着一朋友 老朋友 那朋友怎么你了 不是我 那谁呀 他 他是咱爸的情人 早上没喝吧 我见过他 他亲口跟我承认了 舅舅早就知道不告诉我们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闹事被抓起来了吗 我得每天根本就装作不知道这件事 你知道我有多纠结吗 你签的字啊 你签的字啊 是啊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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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我为什么把这俩人给辞了 为什么 他们整天在后勤部待着什么都不做 工资拿得比谁都高 没事还给自己放假 你说我能不辞他们吗 你知道他们是谁的儿子吗 谁的呀 建材商袁鹏知道吧 你以为我不知道他们什么都不干吗 可公司就是因为养了这两个闲人 老袁给我们建材才从来都没搞过鬼 看来在这儿工作也挺好啊 天气能看你俩下架 好吧 赵涛 这件事我处理的事太草率了 我向你道歉 你跟我道歉有什么用啊 你赶紧 赶紧给老袁打个电话 就说咱们弄错了 跟人家再赔个不是 让那俩货回来 打电话行 让他们回来没门 因为我这儿没有闲钱养活这些人 赵清 你说呢 我 我不发表任何意见 你们俩继续 你这是音小失大 你懂吗 老袁给我们的建材里面 只要稍微搞一点鬼 我们的损失就远远高于给他儿子的工资 您怎么来了 您成心是不是 居然带我妈去见那个女人 赵磊 你听我说 你以为我会主动地带她去那儿吗 那是你妈非要让我带她去看房子 那您不会拦着她呀 你妈是我姐姐呀 你以为她们俩在那儿 我在旁边看着我心里不难受吗 我瞒你妈这么多年了 我吃饱了撑的我让她知道 您进来 那我先走了 这是我妈让我给你的 这是我妈让我给你的 这个你妈怎么没见字啊 是啊 我妈说了 夏文杰是她老朋友了 所以我打算问问您 舅舅您说该怎么办 这个您也知道了 赵磊告诉您的 舅舅 您知道赵磊多崇拜我爸吗 就因为那女人 你知道她多难受吗 我还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她闹事而骂她 舅舅 舅舅 是时候该跟您分享这份快乐了 赵磊 千万别告诉你 赵红赵涛